介绍一下您的宴团 我这件产品是陈龙玉明社宴石瓦宴 这是陈龙皇帝用过的在这儿 是其实的 另外我这还有一个特点是 当年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 收藏过这些产品 这是民国四大公子啊 但是我收藏这个这件产品 原来我也不懂 我是在2012年的拍卖会上 我很郁闷的得到这件产品 怎么很郁闷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号收藏 他约我呀 说有个拍卖会 他让我跟他去玩去 我跟他坐一块了 中途过他说 你给我拿会牌 我出去牌 内集 内集走了 我这拿那个接的 我也没拍过 我拿那牌 来个电话 我一刷手机 我这儿的 哎 一剪手机 这台上 恭喜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 是我的了 还记得多钱吧 我记得去哪 多少钱 34万4万 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哦 大家跟我起说 我老婆也不懂这个 那他就给一二十多角 刚刚的 他说你二十多万 你买这个是吧 还行啊 你商道行去吧 他甭说这个 现在还没有 这个最后烙定 我说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 你总而言之 你举一样东西啊 好不好 但是我朋友回来说 哎 你拍了啦 我说我拍了啦 嗯 要跟你有缘 我让几个专家老师 给我看看 没腿的你 你还就拍着了 好像是 不这样 天地盖挺别致的 天地盖了 嗯 不错 是小叶子弹的 嗯 而且这里刷了 老吗 老的 老的 从这两个天地盖来看 他就到钱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看看 嗯 那么你这个寿宴呢 它里面啊 有这种经典 我们首称为金星 而且从反面看了 这种一丝一丝的螺纹 叫刷丝螺纹 这个两个品种 在寿宴里面 属于善善之品 这里呢 有个名 它写的 刷 刷 神聚隔瓦业 秦龙 就是写这个名的时候 是最早写在这个瓦业上 那么 他再看到这块好的寿宴了 他又名工匠 把那么一个名 再刻到正法寿宴上来 所以说呢 这件东西呢 是秦龙裕子的 一正如意 这个是柯文 袁可文 当时精神的十大公子之一 是个才子了 你看 这个包裹皮上 它是精神写的 占这个 这个燕台 更占乾隆的 这个玉石的 这个丝的 这张纹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 和其 袁可文的书法 我们见到 本身才也有 他最少 所以也是一个很明快的 书法的目净 所以包裹皮也被丢了 好 也可以作为这个 一个佐证 一套 好 一套 恭喜这位堂友 好 我跟张那个 现在 市场上 多少钱 两个加起来 这一方 在150万到180万之间 但这个 也有一个20万左右 所以说 就200万 200万 这张神神的 不及格 走了 冥王相啊 好像跟爱情故事 不怎么将调 他主要是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阎王王 他呢 在一个山洞里边修行 说得修到50天的时候 就能成福 48天的时候 见到外边 有两个强盗 就那两个坏人 在当上他的面 又办了什么坏事了 等于没有修成嘛 48天的时候 就把那两个人 也给杀了 以后就喝那两个人 从此以后 他就成了阎王 就是变成坏人了 前面这个明飞呢 最早也是一个 比较善良的一个女子 被他给劫持以后 当他的飞子 河下呢 本身的这个制造工艺 还有这个 溜的这个金水 还有这个包将来讲呢 应该跟清早期的 那个时代相符 保存状况还是非常好的 民王有很生动的故事 善为恶 恶又变成善 这个其实 但愿世间呢 多以这种形式 就是丑恶的东西 大家放弃 一切从善 当然也希望 你们能够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